人的灵性 我们前面讲过 植物一个 动物两个 人三个 那第三个 多一个 多到哪去了 很多人很聪明 就是不往这地方用 动物 它遇到灾难的时候 它会搬家 它会不安 它内在那种体质 自我反应 它不是傻子 就是为了告诉人 它自己知道 甚至植物 现在我们发现 这个植物 它这种生命 体态 都是有的 当你掰开一个西红柿的时候 它也疼 它的那个频率 它也是有生命 包括我们这个桌椅板的 就所有的 这些物质 物件 全都是有生命 你每天好好对它 它自然 会给你一个 相互的呼应 珍惜 珍惜 万物有灵 当然了 有的时候 你不能说是为了 每天我就为了 不猜死一只蚂蚁 我就不出门了 每天就要看在地上 那也没必要 就是首先人 本身它是尊贵的 相对于动物植物它是尊贵的 但是 你不要说 狗法 但是 现在人 有的时候真的还不如一个动物 不如一个植物 人家老老实实的 人家 有的 有的 乌鸦帆布 羊羔贵乳 狗尽其中 是吧 动物甚至说狼 最难驯化的狼 更不要说那些灵性高的那些 什么五大家 什么这些 外五行呢 但人家尽管 也是多少辈子的循环了 能养成那么高的灵性 加上他们运气好 接着天地的这个灵气 我都愿意 那更不要说了 不要轻易 顾视它 每天就吃啊 肉啊 山镇海队 靠山吃山靠水吃山 有什么你吃什么 这里产什么你吃什么 什么季节你吃什么 这个才是对自己好 对其他也好 动物的这种灵性人没有了 啊 当灾难来的时候 人就傻傻的 是吧 没有 你高高在哪 跪在情质 一个是情 一定要比动物要高 植物它是麻痹的 相对来说是麻痹 也是有感觉的 很低 那是破不是魂 三七 对吧 那个是它的行 是受这个掌控 没有这个练的好 慢慢来 还有一个是智 你的意志力 你的志向 你的意志 到底是什么 应该是什么 找不到自己了 人现在已经 靠住